35歲或以上的撤死患者 大部份原因都是觀心病或一些嚴重的心臟衰竭 相反35歲或以下比較年輕的撤死患者 他們會多些是先天性的心臟病 譬如是一些先天性的心肌病 或是一些先天性的心律不正 但無論是哪一種心臟病 他們最後的病理原因都是因為出現一種嚴重的心律不正 我們叫做心室潛戰 引致心臟突然停頓和撤死 因為心室並不是有效地一下一下泵血 而是出現心室潛戰的情況 病人會突然出現心律不正 沒有了血壓、血液循環都停頓了 所以病人通常都會馬上失去知覺 如果時間過了久 病人失狗就會致死 如果真的病人出現心律不正的時候 可以做到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剛才說 可以做一個大電流的電擊 重製病人的心跳 但很多時候病人未必出現一些 叫做心室潛戰嚴重的心律不正 有時他們可能會出現一些 叫做心室過速的心律不正 這種心律不正都是一種緊急的心律不正 不過相對來說 病人會有較為穩定的血壓 這種心律不正 未必需要去遷陣起 你給一個強的電流去整停 相反可以用一些低電流的起駁方法 將心室過速的心律不正整停 在這個做法 即是減低電擊的做法 有潛在幾個好處 第一 減低電擊 能夠減低去遷陣器的耗電量 可以延長儀器的壽命 第二 減低電擊 也能夠有些研究發現 可以提升病人長遠的存活率 以及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運動員 或者是一些紀律部隊 即使是沒有症狀的話 都要做一些心臟檢查 看看有沒有心臟的隱疾 那些有機會可以導致心臟病發 甚至一些嚴重的心律不正 撤死的情況 另外當然一些有症狀的人 譬如一些本身心臟有些心口不舒服 走起來做運動會心口悅痛 氣喘 最近體能比以往差 這些叫做有症狀 潛在有心臟病可能的人士 也都要跟醫生 跟醫生談一談 需不需要做一些心臟檢查